明明正正,各位觀眾,各位網友,大家好 星期一,7月19日,英格蘭地區宣布放寬所有有關肺炎限制的徒師 他們稱為Freedom Day,自由日 包括連戴口罩都可以自願的 包括夜總會又重開,完全沒有人數限制 室內室外的聚會完全是自由開放 當然在確診人數每一天多過一天的情況下 當然有相當多人表示憂慮 不同的城市都有相對不同的規定 但那些規定已經沒有法律的效力了 譬如你搭公共工具,應該戴口罩,應該戴口罩 或者進去超市等等都應該戴口罩 是一個勸如性質,一個自願性質,不是一個法律規定的性質 很多人都形容這一場是一場賭博 究竟這個Boris Johnson,肥波等等在想什麼呢 在7月19日對香港也有相當大的影響 就是這個好的影響來的 就是他將香港列為一個綠色的名單 在香港過去英國的人以往就要自我隔離10天 現在就只要你上機之前做這個測試是陰性的 來到英國又要做測試是陰性的 基本上就完全都不需要我隔離了,開放了 這段時間來的人可能比早一天來的人差很遠 其實10天都很難捱 好了,為什麼會說這件事呢? 因為有一個突發的消息出來 我覺得都很諷刺的 就是在這個自由日的前兩天 英國的新衛生大臣 就是取代那個夏國賢 在排高市那裡勇吻 他的下屬那個被人拍到 就是被閉路電視拍到那個 那個新的衛生大臣叫做賈惠德 就在當地時間的早上就在Twitter宣佈 他說他就是證實是確診 他做了一個發速測試 確診了,現在就是在做自我隔離 他說還在等一個更加準確的PCR測試 現在暫時來說還沒有結果 他在Twitter拍了一條片 就強調說其實他已經是打了兩針了 因此那個症狀是非常輕微的 應該沒什麼大問題 因為確診了,一定是要自我隔離 起碼要十天 等那個證實到身體沒事了 然後才能夠上班 就是這個最關鍵的時刻 最關鍵的時刻就是7月19號 英格蘭地區全面解封 這個自由日出現的時候 這個賈偉德說自己是確診 這個英國的內閣成員確診 最出名的那個就是 肥波拉,波羅斯丹臣 大家知道他應該在再早一點的時間 就是在這個肺炎的初期 幾乎是死的 就是他要入這個ICU的 而且就是非常感激 醫護人員救了他的命 好像說他生了一個寶寶 其中他的命都跟某些 救了他的醫護人員的命 肥波確診了之後 好回來之後 其實他對於這個抗疫 這個態度是一個大轉變 大家很記得 就是大概十幾個月 十八個月之前 年紀之前 英國是想用一個所謂佛系抗疫的方式 大家很記得 嚇死人的 什麼都不用理會 那麼比 絕大部分人染病 那就會有這個群體免疫的情況 但是當他自己出了事之後 幾乎在這個鬼門關抬回頭的時候 他發覺這樣的做法是有問題 於是就相當積極 英國現在比在全世界來說 打這個疫苗是數一數二的 但是現在的關鍵就是 為什麼賈偉德打了兩針 都仍然確診呢 這個在英國其實 一點都不會很意外 我也在這裡講過 不止一次 疫苗不是百分之百保證的 就是用英國的官員 你正在這裡講法 他的講法是什麼呢 他說 It's not perfect but work 他說不是完美的 不是百分之百保證的 不過是有效 什麼叫有效呢 就好像賈偉德自己說的 我打了兩針 即使我確診 即使我感染到 我的症狀都是很輕微的 現在就英國就是 因為這樣的理由 就全面放寬 這個所有的限制的措施 在英國的打疫苗的情況是怎麼樣呢 這個都應該是大概是 最新的資料我還沒有 一天之前的 一天之前的資料來的 就是他全國打疫苗的 第一針 打了第一針就是 4600萬人 4600萬 OK 然後打了第二針的 就佔全國的成年人口87.6% 在世界上真是數一數二 可能在以色列剛剛高過他 可能排第二也不定 然後就是打了第二針 就是67.5% 佔成年人口 而在英國的確診人數 都幾恐怖 一天高過一天的 剛剛過一天的數字 就是51870人 確診 51870人 這個數字就是嚇死一天 就是本來就試過跌到三千多 就現在上回到五萬多 那麼絕大部分 他們說九十幾個百分之 都是這個Delta 例如印度這個變種病毒 Delta variant 變種病毒 而死亡人數就是49人 入院的人數717人 那麼相對於幾個月之前 譬如說今年的年初 確實這個死亡人數和入院人數 是從這個確診人數來比較 那個百分比是相當低的 相當低的 而且他們每天就有超過一百萬人 去做這個檢測的 所以我想 賈衛德 都是一些行常的檢測出來的結果 如果他用這樣的說法 就是說確診人數一路上升 我很記得在上個禮拜 政府官員出來說 就說 會在7月19日之前 這個確診人數會超過五萬一天 超過了 預言準確 他說在全面解封之後 英格蘭地區 可能確診人數每天會超過10萬 就算了 你想想也可怕 即使的百分比低 入院的百分比低 死亡的百分比低都好 因為你的基數那麼大 都可能隨時會令到 這個醫療系統出現 即使不是崩潰都好 都可能很大很大的壓力 那麼現在就 接下來的冬天或者秋天 會雙重打擊的 會有這個流感肆虐 再加上冷的天氣 可能會 這個肺炎也會繼續蔓延 或者問題越來越嚴重 所以他們計劃在這個秋天 或者冬天的時候 全面鋪開打這個流感的針 也都會為一些高危的人士 會打這個肺炎的第三針 有一個很形狀的說法 就是說 那個第三針就打左手 這個流感就打右手 一起打 一去那個地方 就打完兩針 這個說法就是這樣 如果有反應那些 你知道打完針之後 如果有反應那些 或者最輕易的反應那些 可能針口會痛那些 那就不知道怎麼辦 他們就有些人批評 就說在這麼高的確診的情況 連假胃都確診 那你仍然是一意孤行 去放寬這個措施 或者是全面解封這個措施 如果一旦出現很大的問題的時候 你回不了頭 堆壞了那個醫療系統 那怎麼辦 我覺得管治哲學的問題很不同 這個東西方最不同的地方 你會看得到就是什麼 就是你在英國的輿論 經常都說 就是大家雙方在爭論 就是爭論一件事 就是是不是英國會做一個保姆政府 應不應該做一個保姆政府 什麼叫保姆政府 就是照顧好周到的 什麼都告訴你 教你怎麼做的 由頭做到下尾 那你就會很依賴政府 就是連防疫、抗疫措施 全部都是說 政府怎樣我就跟他 政府不敢做呢 那我就不做了 你自己就缺乏了個人的判斷 英國就一直都不想做這個角色 就是不想做保姆政府 這個是東西方很大的分別 就是亞洲人、東方人 可能會或者華人 會看政府看過政府頭 他們應該怎樣 我跟他們做 他說這樣我就這樣 但是現在這個保守黨 特別是保守黨政府 雖然被工黨拼了個魂 就說他非常之魯莽 就是亂來 賭博 一場豪賭 但是保守黨政府就是 就是提出就是說 你個人都要負責 比如戴口罩這樣 雖然現在就放寬了 或者叫做不需要 要在法律上面強制你戴口罩 不過你自己有個判斷的嘛 那你在公共場所這麼多人的地方 那你應該戴口罩嘛 大巴仙應該戴口罩嘛 那這個就是他們 整個管治的節奏很不同的地方 就是說他強調就是 你個人 需要有個責任去保護自己 以及保護你的家人 你自己作出一個判斷 那這個就是保守黨政府 就是在今次要放寬 除了一些科學的數據 他覺得是可行之外 會與病毒共存 這個這樣的想法是可行之外 因為他認為 即使那個確診人數 這麼厲害去到五萬多人 但是入院和死亡的人數 其實都是相對地比較少的 因此他覺得這個險是值得冒的 因為做完之後 是可以令到整個經濟可以上回去 這個保護政府 他避免做保護政府這個說法 其實都在英國有很多的爭議 即是究竟個人自己 是不是真的可以判斷得到 即是西方人 即是紅蘇綠眼 大部分人都是自由行先的 他們說不自由無零死 自由放任自由行先的 很個人主義的 即是他們覺得 你不用戴我就不戴了 我都要呼吸一口自由的空氣 喂大哥 即是屈了這麼久 很辛苦 你還要進去還要戴 但是 有很多那些服務行業的員工 就很憂慮了 當你 進去餐廳 進去超市 進去其他的 室內的這個服務行業 譬如剪頭髮 修夾等等 那些 顧客是沒有限定 一定要在室內戴的時候 對於員工來說是很危險的 因此 大家就會在這個問題上面 很多討論 很多爭議 你只是說他們自由放任 我們怎樣 現在的問題就是 每一個城市市長都走出來 我們主張這樣 你進去室內都要戴口罩 麻煩你 現在就看7月19日之後 會不會 英國人會不會聽 而且 我相信 這個全世界 這個是一個實驗來的 我看得到 全世界都暫時都不是這樣做 是一個實驗來的 我相信這個全面放寬 是會令到 會令到 這個確診人數 真是好像英國的官員說法 是會倍升的 但問題就是 現在真的要試 究竟 這個變種病毒的防禦能力 究竟有多強 是否正如他們一直都說 即使確診人數上升 死亡人數 和入院人數 相對比較低 醫療系統是頂得住的 但他們擔心 如果冬天到來 加上再流感的時候 就可能真的頂不住 可能真的會崩潰 都不定 這個就是 大家放長雙眼拭目以待 這一場賭博 誰會輸誰 不過有一點 我對香港的朋友 大家要注意 現在我經常都說 香港現在 很幸運 沒有Delta變種病毒 全面流行 我自己覺得 這個世界不是所有的事情都這麼幸運 除非你們完全是 關掉所有的門 當有些外面的人進來的時候 即是會隨時 是會這個Delta變種病毒 有機會 落到社區裡面 我說過 某些的疫苗 不太行 可能會 會變成 打了兩針都會有問題 現在 賈偉德 說明打兩針 他在Twitter呼籲 大家去打 打兩針 我都打了兩針 不過我染到 不過我的症狀很輕微 大家去打 但有些輿論 發聲說 人們會這樣想 你打了兩針都會有事 都會染到 打來做什麼 也不會這樣說 所以 他強調說 我打了兩針 症狀很輕微 即使是染到也好 我不知道他打什麼 在英國有兩種疫苗 主要是 豪津阿斯利康 還有一種是香港人打的 叫做復必泰 這裡就叫做 Beyond Tech 有兩種疫苗 因為年輕人打 阿斯利康 就會有血栓塞 所以年輕人 多數都是打這個復必泰 即是Beyond Tech 但 不知道他打了哪種 但我強調就是 疫苗 全世界都是 都有相同的 全世界 不同牌子的疫苗 無論你是國藥 也好 科興也好 這些國產的 又或者是德國的Beyond Tech 英國的阿斯利康 美國的 這個 莫德納 都好 都有出現 打完兩針 經過十四天 或者更長的時間 確診的情況 是有的 全世界都有 不過是多 還是少 現在 這位家維德 衛生大臣 就是 打了兩針都染病了 我還想說一件事 和提提大家 就是 在全世界都在做這個研究 就是 說什麼呢 你染了 好回來 好回來 就叫做好回來 沒有生命危險 出了院 但那個症狀呢 是長期的存在 你如常生活的 但你會 那個症狀在 例如什麼呢 例如 這個 失去這個美國 或者 臭國 長期地 好多個月 仍然是這樣 好似好不回 回不了頭 又或者你頭痛 特別是 一早起床的時候 就是 有些說法 就是 好似喝醉酒 縮醉那種 頭痛 特別是早上起床 是 影響日常生活 甚至會 這個 在西方 就叫做 Long Covid 即是 你染到這個病 沒有生命危險 肺沒事了 即是沒有花道 出來了 好像如常生活 但這些症狀呢 仍然是 長期維持 現在已經是年紀的時間 有些人大半年 仍然是這樣 所以 驗出來的 原因是什麼呢 發覺這種病毒 是會破壞 是 腦的 神經組織 你覺得 失去的味覺 其實是 跟這個神經系統 有關係 頭痛 也是跟神經系統 有關係 是破壞你的腦 神經的組織 令到你有 長期出現這個情況 如果這個病毒 是破壞到 老神經組織的話 因為神經 大家知道 神經死了 死了是沒有的了 你出生那麼多 就那麼多 你死了就沒有了 那就是 回不了頭 所以 所以大家千萬不要掉以輕心 就是 就是 在西方世界都好 經常都討論 開始討論這個問題 即使 染了病 你打了疫苗 染了病 不死得 症狀不嚴重 不過 如果一旦你有 剛才我說的 頭痛的情況 所謂美國的情況 會不會回頭 維持到多久 這個是全世界都在研究的問題 香港現在有這麼多人確診了 究竟有沒有這個 我又完全聽不到 在香港有這樣的研究 究竟可以怎樣做 所以 又是說一句 你好好的保護自己 打了疫苗 都有機會確診 雖然症狀會輕微 但是所謂輕微 會不會都出現這個 所謂 長期的 肺炎的後遺症呢 這一點 大家是必須要注意的 那麼 經到這裡 繼續支持我patreon 繼續支持我心情 我發覺頻道 多謝你們收看 再見 早前呢 我在這裡向大家介紹這個 NOT VPN 除了可以保障你的私隱 隱藏你的身份之外 有些秘技 大家可能不太清楚 譬如 如果大家有看這個Netflix 的話 有些片 就是美國才看到的 香港是看不到的 但是你透過這個NOT VPN 登入了美國的網址的話 那就有機會看到 在美國 播出的一些電影 或者電視劇集 又例如 如果你在網上 買一些貨品 又或者是訂機票 酒店 有些公司的規定 如果你在當地訂的話 你有機會拿到比較大的折扣 透過NOT VPN 登入了當地的iPad address 你有機會 買到比較便宜的機票 或者訂到比較便宜的酒店 不過每個公司的政策都不同 你可以試一下 看看是否真的做得到 現在訂閱VPN 就可以拿到一個比較大的折扣優惠 透過這個網址 以及用一個優惠碼 SAMNGX 就可以拿到三二折 一個兩年的計劃 平均一個月是三個七毫一美金 還加送一個月免費 一家大小 六個設備可以一起上網 挺好用的 大家不妨試一下